环范自原则配国龙康县人 与曹操属于同郡不同县 勉强算半个老乡 汉县帝建安末年 环范被曹操征庇入丞相府任属官 曹批结尾后 升环范做了羽林奸 曹瑞在位期间 环范已官至中领军上书 不久曹瑞再拜环范为征鲁将军 东中郎将 史池杰都督青州徐州驻军士 魏国有几个常设的边防都督区 有时合制有时分开 比如青州和徐州 合制时就是一个人 督督青州徐州驻军士 分开时则是两个人同时在任 一人督督青州驻军士 一人督督徐州驻军士 假设全部合制的情况下 魏国就会出现五位战区统帅 分别设立在北部 东部 西部 中部和东南部 北部一般由镇北将军或北中郎将统领 督督济州 幽州 并州 驻军士 如无志 之所在信都 东部一般由镇东将军 或东中郎将统领 督督青州徐州驻军士 如脏霸 之所在夏皮 西部一般由镇西将军统领 督督庸梁州驻军士 如夏侯玄 之所在长安 中部一般由镇南将军统领 督督荆州驻军士 如王厂 之所在新野 东南部一般由镇东将军统领 督督扬州驻军士 如蛮宠 之所在寿春 因直接与无数两国接壤 所以在这五大战区中 由于西部中部和东南部 职权最重 兵力也最多 北部战区靠近鲜卑 乌环等游牧民族 也要承担防守压力和进攻职能 此外 驻马城的护乌环校尉 驻昌平的护鲜卑校尉 和驻姿势的护匈充狼将 也都有统兵之权 但数量不多 五大都督区中 只有青州和徐州东林大海 基本没有直接面对敌军的机会 主要负责屯田 以及为其他都督区转运粮草 招募兵员 只能类似于蜀汉的江州都督区 曹瑞将还饭派到清许 目的就是让他熟悉地方军务 并建议考察他的才干 为了日后为以众人做准备 可不想还饭 根本就不具备作为一方统帅 骑马的格局和气度 当时徐州刺史 郑齐的之所以也在下批 还饭和郑齐 竟然为了争夺一处房产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在没有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 还饭甚至打算动用史池杰的权力 将正期处死 贾杰 池杰 史池杰和贾杰月四种等级的特权 到了两季南北朝时期 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 贾杰可以先斩后奏 但只能针对犯了军法的人 池杰可以自行处死平民 史池杰可以不经请示 处死品级在两千代以下的官员 贾杰月就是贾黄月 一般嫁给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贾黄月者有权任意处死贾杰 池杰和史池杰的将领 在行军作战时 权力已经基本等同于皇帝了 但在三国时期 贾杰 池杰 史池杰和贾杰月 还没有明显的区别 先斩后奏也仅限于战时 徐州刺史 作为一州的军政主官 位在两千代 即使是放在南北朝时期的战时 史池杰的将领也没有权力 不经请奏就将其处死 桓范心胸之狭隘 处事之偏激 对律法之漠视 由此可见一斑 结果在正气的弹劾之下 曹瑞下诏将桓范免职回京 过了几年 桓范再度被启用 做了严州刺史 在严州任上 桓范经常抱怨朝廷 没有识人之名 导致自己官职太低 壮志难愁 后来桓范听说曹瑞 打算生自己做冀州墓 当时都督冀州 幽州并州诸军式的是 镇北将军吕昭 吕昭之君很有才能 但进入官场的时间 比桓范晚 因此桓范恥于 畏惧吕昭之下 有一次桓范对妻子说 我宁可在朝中 当一个清大夫 在三公面前常跪不起 也不愿意给吕昭当下属 妻子回答说 你以前在徐州的时候 就因为打算 擅自斩杀刺史而获罪 大家都议论说 您很难与下级相处 现在又因屈居 吕昭之下而羞耻 这是很难与上级相处啊 您这不是跟上级和下级 都搞不好关系吗 没想到这句话 一下子触碰到了桓范的痛楚 他感觉妻子在讥讽自己 于是恼羞成怒 竟然操刀 将妻子给打死了 此后桓范一直称病在家 到底也没去济州上任 曹瑞也因此对桓范失望透顶 直到曹芳即位后 桓范才再次入朝 做了大四农 桓范这个人 还是有些优点的 他多才多艺 文采飞扬 也很有谋略 被称为小事即百事通 围观也算廉洁 生活还很节俭 但桓范的性格缺陷 也很明显 他心胸狭隘 孤僻清高 做起事来 往往不计后果 也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这种人形势偏激 雅滋必报 不体谅别人 更看不清自己 对家人和朋友 不懂包容和感恩 却会为了一点小事 而耿耿于怀 曹爽会乱宫廷 结党名思 蒋济 高柔 孙礼 王冠 等思潮老臣全部站在司马懿一边 只有桓范 甘冒齐险 投奔曹爽而去 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 桓范虽然不是曹爽的党羽 两人的关系 也算不上亲近 但因为同相之意 曹爽多年来对桓范 一直很敬忠 桓范也对出身宗室的曹爽 十分认可 此前 曹爽众兄弟 就曾多次一起出城游玩 还是桓范提醒曹爽说 哥哥总揽朝政 弟弟掌管禁军 你们兄弟六人 怎么能全部离开呢 如果有人关闭城门造反 你们还进得来吗 曹爽虽然嘴上 不以为意的回答 谁敢造反 但实际上 还是听从了桓范的劝告 此后 直到这次 计算高平龄之前 曹爽再也没敢 带着众兄弟一起出城 其次就是桓范与蒋记不合 此前 桓范与蒋记 曾一起参加过一个集会 朝中的很多官员都在做 桓范拿了自己写的一本书 打算送给蒋记看 他原以为蒋记 一定会谦虚恭敬的 品读一番 可没想到 蒋记根本就不愿意看 桓范认为蒋记瞧不起自己 对此怀恨在心 蒋记是司马懿一党的骨干成员 桓范与他交物 自然也就不愿意帮助司马懿了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桓范的性格 他与身边的人大多关系不睦 所以位置久轻 但仍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当时司马懿已经控制了洛阳城 虽然愿意拜其为中领军 但这个职务 桓范是看不上的 如果能运用自己的谋略 帮助处于劣势的曹爽实现翻盘 那么桓范必将成为 匡扶大卫的首功之臣 不敢说封侯败相 猎土封疆 最起码也能混个三宫 千古流芳 万事扬名 这才是自视甚高的桓范 最大的理想和报复 事实上桓范绝没有傻到 心甘情愿的去送死 他之所以敢于冒险 前去高平陵 就是算准了 曹爽一定会采纳自己的意见 自己也一定可以靠谋略 剿灭司马懿 可没想到 曹爽赖你扶不上墙 甘愿束手就擒 桓范这才在恐惧和悲愤之下 破口大骂 想要博取高额的回报 必然要承受高额的风险 经济如此 正值亦然 即使曹爽采纳了桓范的建议 那么还在洛阳城内的桓范的家人 必将死于司马懿的屠刀之下 这个道理 桓范不懂吗 人家不在乎而已 说到底 桓范就是一个投机者 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理想 搭上全家人 甚至全成人的性命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可曹爽却正好与桓范相反 他放不下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 舍不得家中的娇气美切 宁愿把脖子伸出去 赌一把对手的仁慈 也不敢相信自己 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性格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精诚合作 对曹爽来说 司马懿发动的这场兵变 确实算不上四局 从高平陵到许昌 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三百里 丢起自重 轻装即行 用不了两天即可抵达 司马懿也无力组织追击 许昌作为大汉故都 宫殿 营房 武库 粮仓等设施 一应俱全 曹爽有大将军兵服在手 环泛有大四农官吟傍身 就近招募兵勇 从各地争掉粮草 短时间内装备起一支军队 聚成以自保 想来不成问题 届时曹爽作为宗亲之手 挟持天子占据许昌 司马懿作为士族领袖 供奉太后 占据洛阳 各都督区的统帅 则是拥草者居多 都督用梁驻军士的夏侯玄 和坐镇寿身的司空亡灵 以及扬州刺史诸葛旦 严州刺史灵狐渝 都不可能支持司马懿 都督清徐驻军士的胡志 和都督纪幽病驻军士的承喜 立场为之 只有中路战区的王场 可以画到司马懿这一边 这也是曹爽派李胜 去担任荆州刺史 意图接管中路战区的原因 曹爽手中的牌 看似很好打 但这只是纸面实力罢了 细细分析起来 其实各都督区情况都很复杂 比如夏侯玄 虽然与曹爽一党 但拥州刺史郭怀 却与司马懿关系暧昧 承喜虽然立场未知 但并州刺史孙李 却心向司马懿 胡志虽然也立场未知 但徐州刺史识包 却是司马懿的门声 其次曹锐在位期间 曾将全国的郡县 分为巨、中、平、三类 位在边境的所有外居郡太守 都需要送一个儿子到洛阳为治 到了曹芳时代 魏国的人质制度已经颇为健全 基本每一个在外统兵的将领 边界州郡的刺史和太守 都有家人在洛阳 曹爽如果真的下诏 讨伐司马懿 这些将官们考虑到家人的性命 恐怕大部分都会选择官王 最后就是世家大族的态度 魏国的大部分朝臣和地方官员 都是士族出身 享受着九品中正制 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的红利 九品中正制设立之初 只在各郡内设置中正官 品评世人们的家世和才能 中正官的人选由地方退居 后来司马懿在做太副时 给曹芳上表 建议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官 大中正官可以举荐小中正官到各郡人职 大中正官的人选由朝廷指定 这样一来 人才的选拔权就从地方收归了中央 这是地方士族开始演变为 门法士族的标志 当时曹爽的弟弟曹熙 就曾对司马懿的这项提议 表示过反对 司马懿是大士族在朝中的代表 韩门出身的官吏 也有很多出自他的门下 这是曹爽远远比不了的 曹爽和司马懿表面上是个人的争斗 实际上却代表了宗亲与士族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曹爽执政期间 已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曹爽意图压制士族的崛起 他亲近重用的这帮人 何彦是曹爽的养子 丁密是曹爽同乡丁匪的儿子 碧鬼的父亲小丽出身 李盛的父亲是张鲁旧将 邓阳虽是邓宇之后 但家族早已破败 邓阳父祖的名字和官职 查都查不到 这些人竟没有一个出自士族名门 而且还都以虚服不识 难堪大用 被曹锐免过之 在这种背景下 曹爽又怎么可能得到各地官员和大族的拥戴 曹执称帝之后 规定魏国有五座都城 即东都桥县 西都长安 北都叶城 南都许昌 中都洛阳 只有许昌和桥县 同在一州境内 豫州 王厂虽然都督荆州 豫州驻军士 但豫州刺史却是贯丘检 当时贯丘检是以左将军的职务 贯捷豫州驻军士 贯丘检这个人属于曹锐的死忠 政治倾向与亡灵有些类似 他不结党 痛恨全臣善政 欺凌皇帝 他确实不会支持司马懿 但这绝不代表 他会拥护曹爽 曹爽如果真到了许昌 很有可能会在贯丘检的魏陛下 被迫放弃权力 还政于曹芳 这样一来 形势就很难预测了 在贯丘检和王陵等的辅佐下 司马懿未必能赢 不过曹芳也不是雄主 自治通鉴对他的评价是暗弱 与刘章是一路祸色 又或许曹魏走向分裂 被无数两国摘了桃子 不过这些都跟曹爽没关系了 他不是被强臣废除去做他的附加翁 就是直接被杀害 同样是这两条路 又何苦去麻烦贯丘检呢 这与直接投降司马懿又有什么区别 何况人家司马懿还发了誓 司马懿有句名言 凡物置之安地则安 危地则危 意思就是同样一件物品 放到安全的地方就安全 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 与物品本身无关 反之亦然 同样的形式要看什么样的人去利用 成败的关键在操作者不再行使本身 比如携天子领诸侯 曹操就不是首创 可为什么董卓 李爵 寒先 杨凤 全都生死足灭 只有曹操可以将天子置于掌中 不但没有引火烧身 反而运用自如呢 司马懿发动的这场兵变 绝非吻操胜券 甚至还很惊险 曹爽本该在看到司马懿奏章的同时 严密封锁消息 立刻以皇帝临时东巡为借口 只会全军奔赴许昌 当时曹爽身边的随从官吏 及手下禁军们的家眷都在洛阳城 首先要提防军内爆发化变 出现想走都走不了的情况 到达许昌后 或主动还政于天子 静观其变 或运用谋略与强臣周旋 重掌权力 稳定局势后 或出台政策 拉拢功勋元老和世家大族 号令天下群雄 并发洛阳 或亲率一支王师与司马懿 决胜负于城下 但这样的疾变和权谋 曹爽做得到吗 他做不到 这不是曹爽 这是曹操 又或者曹爽直接放弃去许昌 而是第一时间调转码头 杀回洛阳 曹爽亲自冲锋陷阵 与司马懿搏命 不死不休 乱拳打死老师傅 司马懿兵少 必然难以招架 但这样的气概和胆略 曹爽有吗 他没有 这不是曹爽 这是孙策 反应时钝 智力平庸 严重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既不回攻洛阳 也不前往许昌 而是屯兵以水难安 傻乎乎的等着司马懿出招 于是运送皇室器武的使者 徐允和陈泰 尹大布 讲记的书信 等各式各样的招数 倾斜而出 等着心理越来越矛盾 等着军心逐渐消沉 士气更加涣散 直至完全瓦解 无力挣扎 这才是曹爽 他不是曹操 更不是孙策 曹操和孙策 几时怕过造反和兵变 又几时将士加大族 放在了眼中 司马懿戎马一生 音质深沉 在魏国 他是百战不殆的传奇 而曹操心术不正 色立内人 病奄奄的司马懿 仍然是他内心深处 最大的恐惧 当司马懿拿起战刀 所有人 连同曹操的兄弟 包括曹操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 能够战胜司马懿 当精神亢奋的环犯 给曹操的五位兄弟 讲述他的谋略时 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 他们对曹操的能力 心智肚明 只是不愿意说 黄大夫 想了吧 别让我哥去露脸了 当年的法蜀大战 他又不是没露过 本来想露脸 结果把屁股露出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